参加此次瑞士国际和平会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或者代表 现在给大家汇报一下啊 这些都是站在了进步的方向 文明的方向 反对侵略的方向啊 看看都有谁来了啊 反正没来的是吧 也给他们记着点 其中有92个国家 还有大概八个国际组织 其中有57个国家的国家级领导人出席了 亚洲有五个国家啊 瑞士外交部啊 瑞士是东道主 瑞士外交部宣布 共有一百个国家 一百个代表团 参加了这次和平峰会 分别是八个国际组织 92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 其中57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 亲自参加和平峰会 具体是欧洲来了36个国家 美洲九个 非洲六个 亚洲五个 大洋洲两个 欧洲最多 因为战争就发生在欧洲啊 此外 像匈牙利 斯洛伐克 塞尔维亚 印度 土耳其 南非 巴西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这些传统上比较亲俄 比较有俄啊 对俄亲近 或者是对俄友好的国家 也都派代表 参加了这次和平峰会 这次全球和平峰会是6月15日至16日在瑞士举行的 应乌克兰的要求瑞士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60多个代表团 参加2024年6月15至16日在瑞士的叫布尔根施托克 这个名字像一个德语的名字啊 布尔根施托克举行的首次乌克兰和平会议 邀请了160多个来了100个啊 八个国际组织和92个世界各地的国家 参加这次瑞士和平峰会的八个国际组织 及其代表是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啊 一个是欧盟理事会米歇尔 一个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还有欧洲议会的议长梅佐拉 欧洲理事会的秘书长罗伯塔梅佐拉啊 还有欧洲委员会的秘书长 玛丽亚佩亚诺维奇布里奇 还有欧洲安全组织欧安组织主席杨伯格 联合国来了一位副秘书长 叫罗斯玛丽迪卡洛 这像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啊 还有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整个美洲的代表美洲的 美洲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路易斯阿尔玛格罗 还有军事坦丁堡普世墓首巴塞洛密尔 巴塞洛密尔代表东正教啊 当然莫斯科也有一个大墓首 那是支持普京的啊 这是来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的墓首 巴塞洛密尔啊 这个土耳其也有一些这个东正教徒啊 这个因为这个军事坦丁堡嘛 现在叫伊斯坦布尔嘛 原来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嘛 拜占庭就是东正教嘛 梵蒂冈国务卿啊 梵蒂冈是教皇国国务卿 彼得罗帕罗林 他代表的是天主教 代表的是教宗 教宗 教宗是那个方济各 是一个祖籍是意大利的 祖籍意大利的那个那个 阿根廷人 说到欧盟啊 我有这本书 欧洲一体化史 同时七国集团也叫G7的领导人 全部参加了瑞士和平峰会 这就行了 是吧 G7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最先进的七大工业国 这些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英国首相苏纳克 德国总理舒尔茨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美国副总理哈里斯 是那女的 也叫贺锦丽啊 这个老拜登啊 可能最近国内有更加重要的事 或者说这个要大选了 所以她没来 再加上年事已高 已经八十来岁了 2.5次世界大战 刘慈欣 这还有美国历史地图呢 1.6次世界大战 2.上赛 네 7 到